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成交价格是7580万人民币 这差不多是新台币3亿3800万 这次拍卖专场出现的拍品主要是高股的预期 不过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这全部都是来自台湾遗孤的收藏家吴之芳先生的旧藏 吴之芳他原来是上海人 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 他跟国民党一块迁到台湾来了 但是他依据他过去的家产 在台湾建立了非常庞大的纺织事业 因此有人称他是纺织大王 他的古裕珍藏绝大部分 都曾经在1988年跟1990年代曾经出版过 也在1993年的一份香港杂志 中国文物事件 就是郭良慧女士所主办的这个香荣杂志 那么多刊登过 还有一部分他的古裕 也曾经在台北的原山饭店展出过 1995年台北故宫进行了70周年的院庆 当时的院长秦孝宜在他的支持之下 举办了一场群域别藏特展 当时是把官方跟民间的展品一块展出 战吉宣当时也提供了9样非常重要的 曾经参与那个展览 同时也出现在群域别藏这本书当中 我个人跟吴志芳先生没有见过面 但我们都知道彼此 因为我要播报新闻 我必须露脸 所以他知道我 他也知道我喜欢收藏 而我是因为收藏鼻烟壶 透过这些业者的这个交流 我才知道吴志芳先生 他是鼻烟壶的大买家 有几次我曾经跟他同样都看上了一件鼻烟壶 但是荷包角力战之下 他都居了善风 因为他是大老板 收藏这件事情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我们要从当时 中国加德香港的拍卖当中 他所收藏的一件红杉玉珠龙开始谈起 不过在谈这件拍品之前 有几个背景 必须跟大家交代一下 所谓的红杉玉珠文化 是发现在当时的热河省 是属于今天内蒙鬼一部分的红杉这个区域而得名的 算算时间 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五千年前到八千年前 这段红杉玉珠文化时期总共持续了两千多年 一九零六年 一位日本的考古学者鸟居隆藏 他到了红杉玉珠地区开始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他看到了有一些石头 是被刻意地摆成一个环绕状的形状 他认为这是当时的古墓 不过他的考古活动只在地表进行采集 他还没有能力对地下进行考古的发掘 不过他的发现也就是后来震惊全世界 也被专家证实称之为基石种的红杉文化的墓葬 到了1922年到1924年这两三年当中 一位法国神父 他也是自然科学的博士 叫做桑志华 他好几次到了辽宁省的赤峰 在那边他发现新时代的遗址有多达22处 好 时间过得很快 在1935年又来了一批日本人 当时领队是有日本考古学支付之称的冰田耕作 他也来到辽宁赤峰 他进行了大概三个礼拜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还派兵去协助他们警戒跟运输 后来日本的考古学界根据了他们在红杉地区 所获得的实物资料之后 出版了一本发掘报告 当时这个名称叫做赤峰红杉后 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这个地区新时期时代文化 所进行的比较有系统的学术报告 这是全世界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大突破 在中国本身一直到了1980年代 才开始慢慢出现比较有系统的考古发掘 到现在为止这个考古发掘都没有完全停止 但是不论是在1980年代的考古发掘前或是后 早就开始有一些红杉玉器已经流到市场当中了 吴芝芳所收藏的红杉玉珠龙就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香港所出现的排品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红杉玉珠龙 这件玉珠龙清玉植质地温润 整体圆雕层西形 中间用管具对钻钻成一个大圆孔 比稳下方以陀居分割首尾形成了外宽内窄的缺口 整体造型浑厚雕工生动 保存良好 线条流畅明快打磨光滑 是红杉文化的经典制作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件语器 这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玉珠龙 1984年在辽宁省宁原县和建平县交界的牛和良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 距今天五千年前的红杉文化墓葬 墓主人胸部摆着两件精美玉器 这种形状的玉器被后人称为玉珠龙 它代表红杉玉器文化和墓葬文化 而牛和良红杉文化遗址的发现 也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当时主持刘和良考古发掘工作的 被称为红杉文化第一人的郭大顺 现在他改口了 他认为玉珠龙的准确名称应该叫做玉熊龙 也就是说它的造型并非是猪而是熊 这件吴志芳所收藏的红杉玉珠龙 和在其他博物馆以及拍卖市场上 所出现的玉珠龙被当成是龙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而我们都知道龙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 是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 不过待会透过我们节目 我们要颠覆您的观点 我们节目将告诉您 中国人不是龙的传人 是谁的传人呢 别走开我马上回来 我们先揭开一个谜底 刚才我们就有介绍台湾的已故收藏家 吴志芳他的红杉玉珠龙 在2022年的时候 在香港加德拍卖时 估价是220万港币到280万港币 后来各方争夺 这个8公分高的预期呢 落锤价是920万港币 加上commission就是佣金啊 成交价是1091万4000港币 算一算 还超过了新台币4000万 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那次拍卖前 我曾经公开的提出了一个说法 我那个说法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包括收藏玉器的人 或喜欢历史的人 还有很多一般人 因为呢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我当时提出了一个论点 中国人不是龙的传人 是熊的传人 红杉的玉珠龙 可以说是红杉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玉器 红杉文化的时间大概距离现在 是公元前的4700年到公元前2900年 地方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带 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域 一定要记得 东北不是传统上的中国 所谓最重要的中原地区 也就是说 中国的玉器它的出现 远远早于中原文化的发展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在影片当中你所看到 红杉文化的考古发掘者郭大顺 他当时想当然了 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就是龙的传人 所以他顺口的 把他所挖掘发现的 有点像猪造型的 这个动物红杉玉器 就称之为玉珠龙 没想到大家就跟着念玉珠龙玉珠龙 但是郭大顺他现在改口了 他对记者说 其实应该叫玉熊龙 因为他也发现了 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显示 熊的地位更重要 而且在中华文化当中 熊的出现年代更久 这不仅是出现在考古当中 出现在神话当中 同时在历史记载也告诉我们 中国人不是龙的传人 所谓的红杉龙 这种龙体驱肥瘦 手部甚大 短立耳 远睛 纹部有多道的皱纹 曾经以为像是猪 但是从整体的特征分析 并非像猪而更类似熊 在刘和良红杉文化基石中 有以熊为记的现象 汉后红杉文化的熊手彩头素剑 都使得考古学家进一步认为 红杉龙应该是玉熊龙 玉熊龙是红杉文化玉器中 最多的种类之一 在动物造型的红杉文化玉器中 高居首位 考古发现 玉熊龙是悬挂在胸前的 在红杉文化的墓葬中 位置在胸部的玉器 往往是级别最高的 这种玉熊龙雕刻 已经完全脱离了 最式和像式的装饰功能 比较更具神器的性质 而良红文化玉器 曾经受到 红杉文化玉器的影响 以这种玉雕熊龙为例 进行比较的 像是良红文化玉器中的 神人图案中的双爪 经古生物学家鉴定 是熊爪 中国的孝雄艺术品最早的例证 是1976年 河南安阳富豪墓出土的 三件玉熊 其中两件 现在在哈佛艺术博物馆 1928年 安阳西北纲的一号墓 出土了一件大理石雕的 熊手人物桂像 现在在台湾的 中央研究院史研所 不过中研院的资料 认为他是虎手 但很多专家认为 应该是熊手 日本京都全屋博物馆 藏有一件商代 虎世人的青铜提良友 而有学者认为 这根本就是熊世人的提良友 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出现的时间非常地早 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但数千年来 又口耳相传 以文字记录记载 皇帝是有熊氏 也就是部落 或国家的名称是有熊 在史记中的记载 宣元氏已经驯化熊 作为野兽军团 并且打败炎帝奠定地位 当然熊是力量的象征 熊在汉代的玉器 陶器 漆器 铜器 和画像时 以及静音牌饰 博山炉和铜镜上 都出现过 也同样的 都是力量的一种展现 前些年 在中国的南昌海昏猴木 出土了一件熊型浴室 学者认为它有驱邪必厄的作用 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牧主人 完成练行 深入仙界 这种熊可以驱邪的想法 在汉代之后 还持续延续 加拿大皇家安大律博物馆 有一件北齐时代的 神兽文青瓷木砖 它的形象 和海昏猴木出土的浴室上 神兽文极为相似 也就是正木兽的概念 熊是古代祥瑞的象征是可考的 古人认为熊入梦是生男孩的几兆 至于龙的传人这种说法 古人没有听说也没有说过 古人没有说过 那谁说的呢 是台湾的艺人侯德剑 1979年 侯德剑在台北创造了 名为龙的传人的名歌 这首歌唱红了台湾 1983年 侯德剑到大陆发展 在中国高层领域下 有十亿人口的大陆 进一步的把龙的传人唱得更红 中国人在旋律中也理所当然接受 中国人就是龙的传人 在古代神话中是有女娲造人的神话 河南南洋新野樊吉乡所出土的 福西女娲画像砖雕树 高100公分 宽33公分 这是东汉时期的文物 这件画像砖值得注意的是 福西女娲胶尾的图腾上 还有一只活蹦乱跳的熊 1983年考古学者 在牛河梁的北山顶 发现了一座神庙遗址 不仅出土了女神的头像 还出土了泥塑的熊爪 鹰爪 鸟翅 这也是熊和中国神话 关联最早的实物证据 1961年 英国剑桥大学的博物馆 收藏了一件红山玉人 他裸身屈膝而坐 双手置于膝部 玉人头上戴有兽手 正面看似帽 从后面看为披着兽皮 兽皮披到腰际 而从俯视的角度看去 很明显的 兽手就是高举前肢的熊 1983年 北京故宫从内蒙古牧民手中 买了一件 带着动物观的红山玉人 这也是相同的形象 我们一旦把过去认为的 猪和龙的形象 转变成熊 你就不难发现 熊的图腾 其实在中国 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时间 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呢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原来古人是没有听过 也不知道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种说法 其实龙和熊都是一种图腾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文化象征 在西方的古巴比伦或者希腊人 都有自己不足的一种图腾的象征 中国的图腾最早出现是在新石器时代 而随着氏族的发展跟联盟 这些图腾也开始进行了形象的融合 还有变迁 以及观念的这个联合跟累积 透过了各种不同形式 而且频繁的祭祀的行为 那么去巩固了图腾它的这个影响力 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唐太宗的这个画像 你可以唐太宗这个非常英明的 我们穿上了这个龙袍一副很鹦鹉的样子 但这些都是应该后来人画的唐太宗 想象出来的唐太宗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记录当中 唐朝的皇帝是没有穿龙袍的 龙袍第一次出现在服装制度里面 是在中国的这个宋代 而且当时的颜色也没有规定 一定要是黄色的 到了元代 我们都知道元代统治中国地区的 其实少数民族的蒙古人 这个蒙古的皇族 他非常重视龙的这个形象 在文化还有艺术方面的这个发展 龙的形象在元代 是高频率的出现在了建筑物 在这个车马机具 在这个家具 在器皿 旗帜 甚至在纺织品当中 同时我们看看历史文献告诉我们 元代皇帝所穿的这个龙袍 那个龙纹是非常非常大的 超出你的想象 基本上当时呢 那么皇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是透过这个龙来吓人的 就是震慑人心的 这对于元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 他们来自于北方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是很难完全消化中原文化的 但是他们很聪明的一件事情 他们选择了中原老百姓 心里面认为有权威 有神秘象征 同时又熟悉的这个龙纹 来作为皇家代表的一个象征 这种呢 一般民众能够理解接受 而且是尊重 因此呢 蒙古人皇家 把这个龙的这种图层呢 高度的夸张 我们可以说 他就是一种政治谋略啊 而明朝 他继承了元代蒙古人的做法 放大这种神圣的这个迷信 来提高皇族的这个地位 因此呢 龙袍在明代的时候 也获得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中国古代帝王 以及高级的官员 他们穿的这种官服 或者说礼服 其实是有绣 所谓的十二种文士 通常中国人称之为十二章 有一个说法 说这种十二章文 是从西周时代 就开始留下来的 中国讲究正统 所以到了明朝之后 我们知道明朝的这个皇帝啊 是一个乞丐出身的 这个开国的皇帝 叫朱元璋 你想想看 他好不容易拿到天下了 他更要强调他是正统的 因此呢 在明朝皇帝的这个龙袍当中 我们是可以看到十二章文的 就是要延续这个传统啊 同时他是一种儒家的这个象征 好了 到了清代 清代呢是满人统治 满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十二章文的地位开始下降了 龙袍既是至尊 而且是龙袍当中的龙 是一家独大 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清代皇帝上面的龙袍 龙是非常明显的 十二章文有没有有到什么 看不到的地步 你都不会注意到 上面还有十二章文 就是明显的要凸显这个黄泉 你要把汉文化给稀释掉啊 当然了看我们今天节目 你会发现一件事 到了现在 因为侯德剑跟李建復他们的旋律 以及海峡两岸的政治力量的介入 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科技化的运用 快速的传播 你跟我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被洗脑 洗脑成我们是龙的传人 而对于熊的图腾 还有他的神话地位 我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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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